好 谈衔的那也是我徒弟 这个郭河明 他人配合唱了这么一段 很年轻 我们来听一下评委老师们是怎么说的 石先生 刚才这两段都是民间的说唱艺术形式 平常就确实很难听得见了 能够在这个栏目里头 能够欣赏到这么优美的民间说唱艺术 确实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特别是刚才这个西河大谷 这三个演员都是相声演员 而且这个西河大谷唱起来这么有滋有味 可见三个人都是非常认真的 下过苦功学习过 所以这一点很难得 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 在我们德云社没有失传 而且把它挖掘出来进行了发展 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地可贵 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石先生 咱们再接赛力 刘老师 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郭德纲老师的这个影子 我都这么寒热 我说演唱的韵味十足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我能听得出来那个弯啊味啊那种感觉很到位 真的是很好 希望郭德纲老师能有更多更优秀的继承传统文化的这些弟子 来给中国留下更多的这个好的传统的这种知识 谢谢 谢谢何老师 我们努力 谢谢你 那位老师 老师不敢当 特别是他们唱完之后 还是成学生吧 那位学生 好 这个老先生呢 很时尚 改革啊 这个三个人都搁一块表演 这个年轻人呢 又很传统 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来讲的话 我也没什么可点评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 就是挺想知道 特想知道一下张云雷能不能唱两句啊 哈哈哈哈 可以 这个张云雷在德云色是两个极端 你要说唱歌 你挑得出来的歌 挑得出来的人 他都能唱 咱们后台是 清歌王子 清歌王子 曲库大全 就对我来唱的 对我来唱的 我来唱的 我来唱的